大家好 物林西风景区开放时间是早8点到下午4点 成年人门票40元 全日制本科以下的学生 60到69岁人士是半价20元 门票在现场或网上都可购买 物林西风有自己官方公众号 70岁以上 6岁以下或1.2米以下儿童免票 凭身份证直接就可进入 关于景区高山漂流 开放时间是每年6月初到8月底 具体时间看景区安排 2022年漂流在8月31日已经结束 票价是298元 含景区门票、百度车票和淋浴 买高山漂流就不用买物林西风门票 没有优惠票超过1.2米就是全价票 在网上平台购票每张会便宜20元 网上购票都需要在景区售票处 兑换成纸质门票使用 景区建议55岁以上不能漂 孩子12岁以上才能漂 实际上买了票都让漂 只是年龄小的孩子不许单独漂 且一个家长只能陪一个孩子 我建议7岁以上才能漂 漂流的冲击力很大 万一抓不住太危险了 尤其是一个家长带一个孩子的 孩子太小就不要尝试了 漂流前一定要换游泳衣裤 穿凉鞋 上期说过坐船里就是在水里 船底是漏的 不建议脱鞋容易飞出去 羽衣需不需要 看孩子 羽衣作用仅是保暖 玩到后面 船排队时 孩子可能会觉得冷 一定要涂防晒 夏天在湖面上很晒 水枪和手机的防水袋 提前准备好 景区卖得很贵 防水袋要能挂脖子上 水枪是相当有效的攻击武器 买了高山滑水票 先到游客服务中心 右边是男更衣室 左边是女更衣室 中间是出租的存储柜 一次性存包20元 就是锁上后 回来打开柜子 就再锁不上了 40元存储柜 是可以无限开关的 说实话价格有点高 柜子也不大只能装个衣库 和洗衣用品 更衣室内的淋浴室热水 可以洗完澡出来 游客服务中心也同时是一个休息区 卖些烤肠和小吃 小吃摊的上面是高空滑锁项目 可以直接滑到停车场 说实话距离不长 一个人40元感觉不值 游客服务中心旁边是百度车站 去漂流就是从这里上百度车 关于景区的交通 不推荐公交车 景区距离北京市内 差不多有150公里 公交车单程要4个多小时 在东智门公交枢纽坐980块车 在密云果园小区站下车 原地换密39路 在物林西风站下车 下车后您跟着指示排走 就能到售票处大概步行600米 自驾车就很简单了 直接导航物林西风售票处 车程在两个多小时 路上不会有检查站 也不会弹窗 停车场很大免费 有充电桩 假如您觉得此攻略有帮助 麻烦您点赞 在评论区回复 有用